我們來輕鬆說勁敵 先介紹今天來賓 第一位是陳惠文 惠文你好 大家好 盧秀燕 盧委員你好 大家好 沈富雄 沈大佬你好 官錢預約 虛擇一天 今天是浪費的就對了 那明天是重新開始 是好的開始還是不好的開始 Who knows Who knows 你都不弄了 怎麼會有人弄 這要學那個 春公 現在要繞圓舞 要去台灣市的 蔡政源 蔡委員你好 大家好 吳仲勤 吳大哥你好 我們先來看 昨天這個 國民黨的秘書長 金普聰交接之後 有一個話題 從昨天一直延燒到今天 金普聰跟民進黨的 立委李俊毅 隔空喊話 兩個人針對的話題 是一個超友誼的話題 昨天我們也聽到了 民進黨的立委李俊毅說 金普聰當秘書長 不管選戰打贏打輸 都沒關係 沒有人會怪他 因為他跟 馬英九有超友誼 這個說法 金普聰昨天當場反映 不管再怎麼錯 失敗 這個立委補選 武都決戰 即使通通都慘敗 錯也不會是在金普聰 因為金普聰 跟馬英九的那種交情 已經超乎友誼了 所以金普聰可以說是 成功是我的功勞了 失敗是別人的過錯 我自己要補充一下 我想各位大家不好意思問 但是我自己一回來看到一個電視 看到我們今天這個 這個南部 現場候選人之一的可能人選 李俊毅委員 這個 這個似乎在發言上有影射 賣太巧鬼 因為 這樣子的話 對於我的家人是不公平的 如果要講就不要愛愛妹妹 今天呢 李俊毅對於金普聰的反擊呢 也有回應 他說他所謂的超友誼說的不是男女關係 到底他是想到哪裡去了 說他們的關係很密切 是一種超乎友誼的關係 為什麼會傷到他家庭 他們兩個又不是男女關係 又不是男女關係 那一個家庭可能 不會因為什麼關係會被破壞 就是只有男女關係才會被破壞 那我講這個到底他是想到哪裡去 李俊毅委員高興就好 隨便他說了 我已經表達完我的意見 剩下你懷疑得好 懷疑得好 這個話題是不是就到此打住 不過為什麼會有所謂的金普聰 跟馬英九的關係 其實馬英九的性向問題 民進黨常常愛愛妹妹的指控 這也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呢 陳水扁出庭的時候 有所謂的巧克力光碟事件 那根據巧克力光碟事件 後來在立法院裡頭 不管是柯建民或者是 這個謝長廷 突刑者等人都有在加以演繹 所謂的巧克力光碟裡頭 如何如何如何 最後還這個讓同性戀等等 都出來抗議 這種影射的這個方式 類似這個話題在金普聰當秘書長之後 經過這一次的反擊 是從此會消失還是不斷的會吵下去 賀文 主持人你的這個字啊少了一個 超乎友宜 李軍翊昨天跟今天都是超乎友宜 超乎友宜 那你剛從頭到尾你一直在講超友宜 這個是社會新聞的名詞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性關係的意思 我們講說有超友宜的就是發生性關係 我們社會記者這個約定俗成了 超友宜關係就是性關係 那超乎友宜是什麼關係 這很奇怪 那李軍翊因為他 那超乎友宜跟超友宜到底有沒有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我認為不一樣 一個四個字一個上個字 當然不一樣 這個李軍翊委員 因為他的這個可能可能是 觀念 年紀的關係 觀念不夠先進 男女啊 他年紀也沒有很大吧 不過說 這如果不是年紀的關係 就是他的觀念 不夠前衛啦 就每天在拆政庭 對社會事就不瞭解 男女關係當然會造成家庭的 人家男男呢 女女呢 最近演藝圈這個 今天演藝圈上了頭版 說演藝圈的頭版 說有一個女藝人 他有異性戀 女女啊 那女女會不會影響到家庭 當然也會 男男當然也會 不過主持人剛剛提到這個 馬英九跟金輔聰被影射的部分 影射很久 這真的是老梗 而且講了很多次 講了很多 很多種故事什麼的 可是這個部分有任何的證實嗎 通通沒有 那這樣的傳言 對金輔聰馬英九 會不會有困擾 困擾我想難免 但是我覺得 沒意思啦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如果有 那你拿出證據出來 那大家 其實也沒什麼 我認為啦 他現在這個社會 接受度也很高啦 2009年 又怎麼樣呢 真正 有一個女人到底是誰 但這樣子的問政的水準 特別是國會議員 我的結論很簡單 我對李菊玉 向來不會有期望 昨天講那個 我就覺得不妥 我昨天在節目講 我都懶得罵他 為什麼 實在 你的節目時間很寶貴 我自己廣播時間 也很寶貴 你有什麼主意給我們賣 那今天他又這樣回應 剛剛主持人 他們今天最新的回應 金普通已經脫離這個戰場 可是李菊玉還陷在裡面 這個 嚴格講台跟民進黨 跟蔡英文是沒什麼 沒什麼關係 但是民進黨立委的水準 相信觀眾朋友是有公平的 嗯 委員在立法院裡頭 像這種影射式的談話 其實還蠻多的啦 那像這個馬英九跟金普通 那金普通是話題人物 李菊玉會想要跟他有關的話題去談 他選擇 這一個在立法院裡頭我們有一些什麼自律 或是 的方式可以處理類似的事情嗎 我先講 從文宣的角度來看 金普通不愧是這個文宣高手 那麼金普通要出任這個秘書長的消息發布以後呢 有關於他的領導風格 他的人格特質等等 有很多的一個討論 可是你看從他昨天他入機場開始 那這兩天呢 從昨天下午開始到今天版面都是在講什麼呢 都是在講他的擁褲 講他的鬍子 講他的同志情 大家對他的領導風格 對他領導特質 或者是未來國民黨會有怎麼樣一個走向 或者在整個選戰 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幾乎都沒有討論了 他很成功的 專業教練 把一些議題 把他自己身上的一些紛爭 他把他拉到一個風華雪月 無關緊要 甚至很柔性的議題上面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昨天到今天 大家版面都在談什麼 都談擁褲鬍子 在討論這個同志情 有關於他身上的炮火不見了 甚至 甚至大家 他還把自己 變成一個比較被害人的角色 因為李俊逸他所 談的這個言論方面 其實是比較得不到社會認同的 因為老實講 朋友跟朋友之間 同性之間 有沒有很好的友誼 那麼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會 可能會碰到這種情形 我有很好的意見朋友 可是我們不希望被影射成 什麼樣的友誼關係 那麼 所以我覺得 這個金普通很成功的 把李俊逸塑造成這樣一個攻擊的角色 他自己是一個被迫害的角色 所以我如果說 文宣第一戰已經成功了 對我覺得 我覺得他非常地 在文宣的這個能力上 非常的高明 那 所以如果站在國民黨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他可以把他這樣一個 文宣的功力發揮在國民黨的這個 未來的選戰上 那我們倒是蠻寄予厚望的 那很重要一點是什麼呢 就是說 基本上 他現在要扮演這個秘書長的角色 那因為接下來馬上有補選 那麼有未來三合一 有江城會等等 很多的議題 那他擔任這個秘書長角色 會被寄予很多的一個討論 或很多的要求 可是他必須要有個空間 必須要有個空間 來去思考 來去了解 或是來去運籌帷幄 他如果把議題成功的拉到 這些風花雪葉上面的話 他就有時間空空間 來做他自己的準備 那另外一方面來看 他要謝謝李俊毅 是 那過去國民黨本身來講 在文宣上是很弱的 在策略上也很弱 這邊有文宣會主委 所以 你說國民黨文宣 需要加強 需要更加強 好像還要更好 你不是民進黨不要挑釁 我老挑釁 我去點珠取行 這個叫做挑玻璃劍 所以外遺史公號 我們就是需要有些策略的 文宣上的一些人才 那從金普聰自己 把自己這次角色的定位 跟塑造跟把它議題 拉開的這樣一個情況來看 我覺得還蠻讓人家欣賞的 大佬給金普聰打幾分 到現在為止 其實他就是很謙虛啦 低調啦 那這個其實還不到打分數的 因為只有第一天嘛 但是昨天我們這個媒體 正常充滿了褲子啊 鬍子啊 還有男性的拉子 這個是很低級 男性不叫拉子 所以我再叫男性的拉子 男的拉子 你那個男的 我找不到子嘛 對不對 我找不到子 你為了湊三個子 我只要這樣講 男是熊跟猴 對 但是沒有辦法 要加一個子嘛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是 國會 是第一個丟臉的單位 第二個是媒體 這國會跟媒體 湊起來合眼這場戲嘛 那我希望是說 這個一兩天就過了 但是李俊逸其實 我覺得他當然腦筋 你都想的是什麼 我們不可以猜測 但是不會高級到哪裡 但是他用超乎友誼 跟超友誼 我同意會問的講法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超乎友誼的空間 比較大一點 那超友誼呢 像當年我們等共產黨都講什麼同志 現在我碰到共匪 我都不好意思說 江同志 不好意思 因為同志又引起 已經變成專有名詞了 對 引起遐想 那我也同意那個 輝文講的說 他講男女關係 其實男男關係 女女關係 其實才是今天他們這個 爭議的焦點 爭議的焦點 那當然你說超乎友誼 如果李俊逸要硬拗 也不見得是你們想的那些 什麼兄弟情啊 父子情啊 像比如說生死之交啊 生死之交也是超乎友誼的嗎 生死之交當然超乎友誼啊 那比如說戰鬥夥伴啊 兩肋插什麼插刀那種的 當然超乎友誼啊 但是我覺得李俊逸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是認為 金普通如果要事後回想的話 我覺得他第一個時間點的回應 我覺得稍微超過了一點 因為他說對不起我太太 連這個都拉進來了對不對 你又太over了 我覺得那不必要嘛 你看那個 他就是把李俊逸沒講清楚的話 講清楚啊 這個你根本不像段貝山的話 哪有對不起老婆 對不對 只有段貝山的那個老婆 才受到委屈啊 你根本不是 你不需要把老婆帶進來吧 但是他今天說 好啦 要跟著你講 你開心就好 這是做就對了 所以第二天他才說 所以這個喔 這很細膩的 第一 拿捏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 無關國家大事啦 所以你要我打分數 你是要害我 我才不打 對不對 我不打分數 蔡委員 這個算是第一次 這個文宣戰的成功嗎 政治本來就 有時候會相當的殘酷 就是在相互競爭的時候 雙方面都難免有時候 會無所不用其其 當然這個李基尼委員 這樣的手法 不是很高明 不過據我所能夠理解的 在台南地區的話 他應該會 甚至獲得很高的掌聲 因為他覺得他敢去 衝撞這個議題 因為這個東西是一個 標準的破糞牌 抹黑牌 像會議員講的 完全沒有證據嘛 那這種東西 會不會對這個 馬英九先生或金姆忠 造成什麼樣的 直接的困擾和影響 短期內看不出來 但李基尼是公開的 用一個龐大的 電子媒體的一個機會 那再散播到民間裡面 去做一種傳言 所以他是為他自己的初選 可能 我認為是可能 那麼這種傳言 你很難去消除他 那本來李基尼 剛開始講話的時候 事實上是沒有引起 太多人的注意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回事 那那個普中兄 把他拿出來這個談了 以後變成媒體的焦點 回應了 後來這個金秘書長很聰明 趕快再維持就好了 再下去實在坦白講 也討不到什麼便宜 反而會使李基尼 這個戰鬥機 這個倒給 拿來做一個充分的利用 因為在有時候選戰 或者雙方們在全力競爭的時候 那些這個無關緊要的 政策無關緊要的議題 反而會成為輸贏的關鍵 不必要去打這種仗 不必要打這種仗 所以我是覺得不用上當 這個金秘書長在這邊把他打住 這是對的 這東西 你說沒有 他一定要說有 那這個 他也不敢說有 他也不敢說有 他敢說有嗎 他也不敢說有 他私底下他就盡量去強調 有的沒有 那底下老百姓也不知頭不知尾 就在那邊會聲會言 然後編造故事 那就是四次傳言 那當然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影響 表面上看不出來 事實上有時候久了殺傷力才大 你看金普通多聰明把議題拉到這個地方來 你看這兩天有多少人訪問金普通各種議題 可是他都沒有回答 他這個議題大家其實都沒注意到 是他自己主動自問自答 就說你們不好意思問啦 所以我就直接告訴你們 所以昨天的記者會 甚至很多記者說他在講什麼 還在跟別人打聽 哦原來早上李軍有罵了這句話 李軍昨天在立法院罵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沒什麼人注意到 是金普通刻意操作這個議題 把這個議題丟出來 讓大家去打聽 然後讓大家來 繞著這個話題在圍繞 這樣子他就有時間空間 去做他黨務的了解跟部署 那麼第二方面呢 也可以把他 人家對他很多個人更深入的一些問題 包括領導風格 人格特質的討論都拉開了 或者未來他選戰策略要怎麼去處理 都把他拉開了 包括我們現場都還在討論 到底李軍講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然後金普通他跟馬英俊的關係 到底怎麼樣 其實這些東西都不會成為選戰的主議題 大家會很關心 可是通常不會成為黨務或選戰 大家做決定最重要的議題 而且甚至他變成一個被害人角色 人家是真的是一個 這個忠誠跟老闆之間的關係 那你去影射人家很沒意思嘛 所以你看我覺得金普通昨天 刻意丟出這個議題非常的高明 不過我們看就是說金普通丟出這個議題的同時 他也呼籲他的對手就是民進黨 就是要注意所謂政黨競爭的品質 所以要不要再用這類似的議題 那當然在順道的確把自己的這個形象管理好之後 他也在政黨層次去提醒民進黨說這樣的議題有上他的形象 未來兩黨這個競爭關係 現在看起來蘇嘉全民主長跟金普通民主長 對於政黨的良性競爭 兩個人都有一個好的出發點 也都做這樣子的呼籲 真的會走這條路嗎 我不認為金普通多高明 這在《綜藝大哥大》的談話很平常 我不認為在黨中央記者會要談什麼勇庫胡子 主動都不好 李金普通當然不妥啦 我坦白講 我是一個無黨人士 我講我的想法 我覺得在 其實《綜藝大哥大》算了不談 我覺得在政論節目或者是政治人物談話 把性別性向拿來談都不要噴 我覺得都不妥 我坦白講就不妥 暗示也不好 這牽涉到教養問題 變成《綜藝國》也沒有藝術 這個都正式無關 當然我們台灣還沒有進化到 像我看這天歐洲有個總理還總統 他公開說我是同性戀 我覺得我們要正視這個事實 雖然或許你不同意同性戀 但是在西方很多國家 歐洲 尤其是歐洲 如果碰這個問題碰 選票馬上流失 這很現實的問題 台灣還沒有 我不知道台灣是進步還是退步 我不敢說 但是這問題不管是從教養 或從政治的選票卡 都噴都不能噴 我甚至不認為金捕聰要回應 我看到羅蘇蕾早上說 小刀慢慢割 民進黨慢慢痛 如果今天羅蘇蕾坐下反應 我會說你這種話要收回去 不妥嘛 你會記得這句話是誰講的 邱宇人講的 割喉戰 引起社會軒然大波 他也收回去 怎麼割呢 也輸了啊 正能交出去 我是利用這個機會說啊 不必要把金捕聰 或李菁英的話過度演繹 當然你可以談我不換你 但是 做一個人的教養 尤其是政論節目 或政治人物 我希望 這個議題 尤其是 噴都不能噴 談都不能談 我談到次就好了 蘇貞 這個 剛剛問說立法院什麼 問政什麼的 我覺得很好笑 立法院之前 蔡政委員還糾正我 我說 立委檢辦之後 素質哪有提升 沒有 我是認為沒有提升 他認為有提升 邱毅寅打人 立法院有什麼 有什麼自律 紀律 潘蒙安去扯 葉金川的領帶有沒有怎麼樣 沒怎麼樣啊 法官來判潘蒙安無罪 你看這怎麼世界 民進黨鎖門 其實張碩文鎖得比較兇 對 還要把張碩文拿 林某法官我也不想提 民進黨鎖門 把委員會會議室鎖起來 有怎麼樣嗎 沒怎麼樣啊 我提一下媒體 我同意中英雄講法就是說 在那種場合 在國民黨中常會的記者會 你去問 提到永庫跟鬍子 我是不曉得 真的記者沒有別的問題問了嗎 很奇怪 那友台做了一個新聞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中國時報 要用這種篇幅來做 馬英九跟金服松的照片 大家注意看從第一章啊 一直往下 請大家注意看 對你注意影響到了 不是我說看馬英九的表情 馬英九都在笑 然後昨天啊 有台啊 就某一家電視台啊 就做這個新聞說 這個金服松回來 馬英九就笑得滿面什麼的 昨天是 新任秘書長的交接 難道你要叫馬英九哭嗎 馬英九不笑啊 你要叫他幹什麼 昨天他們裡面鬧了很多笑話 詹春柏鬧笑話 賴樹魯也鬧笑話 馬英九也講冷笑話來配合 就大家都在笑 如果你有看昨天的新聞畫面的話 其實是笑聲不斷 蔡委員 你這個中常委也在現場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蔡委員有沒有笑 大家笑哈哈的 你不知道要叫他幹嘛呢 但是這個 我要特別提一下說 金服松我也沒認為 什麼文宣高手 那我叫厲害 因為我來談這個 所以你們就轉移什麼焦點 這根本 我是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只有金服松能夠貫徹 馬主席的意志 馬市長的意志 這個是所有要去巴結馬英九的人家去研究的啦 因為很多人都希望被馬英九所用 那馬英九就不用啊 然後大家看到金服松被馬英九的重要 就會覺得很怒作 你為什麼一直在用他 為什麼不用我 好我也很多才華啊 你都不來不來探聽一下 一個總統用人 你應該是海納百川嘛 那為什麼只能用金服松 這個是我對馬英九 他當一個國家領袖 一個總統 最質疑的地方 你因為市長跟總統 你才用一個人而已 阿基他在旁邊的人通通都離開了 包括葉金川 歐靜德 白秀雄什麼 通通走光光 然後就剩一個這個金服松 為什麼 是他真的那麼好嗎 那為什麼這個金服松辦事情 馬英九放心 別人辦都不放心 連詹春博都不放心 所以詹春博只要把火把拿出來 要交給金服松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來替馬英九回答 因為這個是一年多了 這個他的光環 他本來原有的空間 原有的一下子耗盡的速度快到 他非得用金普松不可 他如果再用別人 絕對是那麼多人要用的 也有人很愛做官 只是馬英九看不上 或者是跟他同志性不夠 他就贏得到 他覺得這個是 到了接近最後關頭 不得不用 他可以現在 為己存王之秋了 對 講得好 那我要接中信的講法 中信是不喜歡聽 羅書雷說 小刀慢慢割讓你慢慢痛 他不喜歡聽 我覺得不妥耶 這個比例也不好 好 我來平衡一下 我來平衡一下 那蘇嘉全說你小刀割不了黑鮪魚 這句話也非常不同 我也覺得不同 你想 什麼人要看你抬來抬去 我當時假承 我覺得講這句話 有自台身價 或者是護台身價的嫌疑 那些說刀光閃閃這樣 我抬你抬我 我覺得好奇怪 金小刀如果那個刀是要殺人的話 也不見得要殺你蘇嘉全 對不對 殺你秘書長有什麼用 你把自己比成黑鮪魚 然後說小刀是要殺你 真的要殺黑鮪魚的話 當然不是小刀 所以這些都是廢話 那廢話 我們哪來這裡討論 我們變成廢人 你知道嗎 好嚴重喔 我吃不了 真的是吃不了 聽觀眾的 太可怕了 接下來call in